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与他们有过往来的人物 我和兄长大人大抵还是知道的 因此 我对这位陌生人十分好奇 很想见见对方 笔记上写 对方名叫春 似乎是一个很受我母亲重视 也相当有个性 爱玩乐的人 听起来像是女性的名字呢 嗯 我想去见她 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是要帮你找人吗 不不 笔记上写了她的住所 我们直接就能过去 我想请旅行者与我一起 是因为还要准备几件见面礼 啊 刚才说的所有事情 还请二位替我保密 原本这样的事 应该委托兄长与我一同处理 但现阶段 兄长非常忙碌 我又有些私心 不想让其他本地人士参与到这件事中 没错 你是一个懂得礼节 体恤他人的良善之人 又很可靠 与你一起 我才好放心些 嗯嗯 准备见面礼什么的 我们应该能帮上忙 报仇的话 请我们吃好吃的东西就好了 那太好了 我本就想趁这次机会请二位到处走走 哦 若你们不嫌弃 就请跟我一起行动吧 不嫌弃不嫌弃 对吧 太感谢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出发好吗 第一站 先去小仓屋 好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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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